郭先生共享受 在到南岛管保局和管保署的支持 今天就算得在中流站 規模转向第一的传立行的主管回收站 也因为有政府经历的支持 中流主管回收站 提供吃好的产品买三个民族 規模到今晚的典型吃好的成就 也属于传民警告有议员 主动来导致主管回收的工作 让社区的环境是变得更加成就 社区既民收集了大部分主管回收物 不是早起民间的回收站没掉 是拿来到社区的回收站 回收站已经当量回到一站 所集的点数 会等换的成品是相当豐富 而且是比拿去回收站没还算得好 一般就是说一公斤 变两点 换两点 我们这里就是有绿色香皂 葵花油 白蓝香皂 浓缩洗衣粉 洗衣精 洗洁精 当流主管回收站 是国姓向来第一队开办的社区主管回收站 主要因为当年以来 当流川主管回收工作做得很好 加上社区宽布二天的热心 先为香港所选择开办的地点 环保署跟县政府的环保局 都非常的鼓励我们广色资源回收站 那他们在资源回收有很好的成就 另外村长还有环保志工队的队长 还有林长环保志工 都非常有意愿让我们的环境更好 我们也有足够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在一个所有的条件都具足之下 我们就成立了长流支援回收站 当流主管回收站开办以来 也电限令人叫五成借 整个月的回收收量就超过三千公斤 消息所定也超过一万块 最重要是让社区基民用成回收的好习惯 希望说我们在资源回收方面 能够做得更好 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 有哪些创新的作为 希望它变成一个示范点 就是一个大家学习的观摩的一个地方 国性兵公司基村 本所处理越来越困难 只有对六十回收本所减量做起 希望当流主管回收站 可以成为专业的喜欢点 由点更大购买 向专业来提供 搭造国性兵行为最宽宝清晰的路红 继续王嘉兴彩虹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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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